第1783集 李教授 这研究再重要 这也比不上人命吧 这里面有多危险 你是清楚的 黄队长的连婶有些变了 他喝道 遇到别的人我不管 但是遇到华夏人 我想只要是稍微有点良知的人 都不会不管我们自己的同胞 你不管他们可以 我管 黄队长 你别忘了我们这一次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五位科研人员 现在只有我和胡岳还有张平三个了 这些伤亡的科研人员 都是你的责任 李教授火了 他站起来叫道 你要带着他们那可以 但我们的补给干粮 是不会分给他们的 从你们五个人的身上平摊吧 我救他们两个 大家没有意见吧 黄强回头向自己的几位队员问道 队长 都是华夏人 应该的 一个队员说 我们的干粮还能支撑几天呢 我们受过训练 几天不吃不喝也没问题 一个嘴唇有些干粒的队员笑道 当过兵 我们这点血性还是有的 是啊队长 见死不救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况且 这还是我们的同胞 几个队员纷纷说道 那好 这位朋友 你就跟我们走吧 不要单独离开了 黄强回过头 看着叶好轩 你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凶险呢 那行 谢谢你了 叶好轩点头 这队长人不错 叶好轩还打算出手 帮他们一把 叶好轩清楚远古世界里面 到底有多危险 他也知道 如果自己不出手 黄强等人恐怕没有一个人 能活着走出去 从远古世界出现到现在 已经有不知道 多少个科研队死在里面了 叶好轩现在的心境 虽然达到了 看透生死的境界 虽然他觉得生死有命 但是处于医生的习惯 看到有人遇到困难 他还是忍不住出手 想帮他们一把的 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吗 南宫音不知道 叶好轩是什么意思 他有些莫名其妙地说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呢 小姑娘啊 你们这是新婚出来旅游的吧 黄强摇摇头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结婚赌蜜月 这有多少好地方不去 偏偏要来我们这个地方 你们能走到这里 没有遇到危险 那只能说你们的运气 真的是好到爆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叶好轩笑了笑 拉着南宫音跟在了队伍后面 你到底要干什么 南宫音莫名其妙地看着叶好轩 带你立点 我带你来远古事件的目的 不是让你猎杀那些妖兽来夺取那单的 而是让你熟悉一下这里 另外这些地方对你们真武者的实力有压制 我们也要找到原因才行 所以 跟着普通人到处转转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的 叶好轩笑的 行 听你的 南宫音微微地点点头 他一言不发地跟着队伍 一起向前走 停 张平 胡悦 你们看 李教授突然兴奋了起来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一般 他走到了一边 翻开了一片扁平的叶子 只见叶子上面有一道白色的痕迹 这道痕迹通向远方 看起来像是某种生物 从这上面爬过一样 叶好轩心中移动了 这痕迹上面蕴含的灵气十分的浓郁 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东西 倒像是一些传说中的东西 从上面经过 留下来的一般 而有着那些白色痕迹的地方 绿叶明显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鲜艳 大自然鬼斧神功啊 这个未知的世界真的能给人很多惊喜 你看这里 这肯定是那未知生物爬过去留下的痕迹 而且它爬过的地方 这地方的绿叶明显的比其他的地方鲜艳 所以这个生物与植物的结合体 它们身体里面一定是含有一些十分特殊的东西 这些东西有可能会造福人类 我们发现了它们的痕迹 我相信它就在眼前 再努力一把 我们就能抓到它了 李教授越说越兴奋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几片叶子给采集下来 收在玻璃器皿里面 然后一回手道 大家继续向前走 我相信我们的目的就要达到了 李教授啊 我们不能再向前了 据地图上看 我们前面那是一片浅红色的区域 这说明前面会有危险的 而我们这一次的任务目的 就是采集非危险区域的植物 以及小型的节肢生物 黄强看了一眼地图 我说过去就过去 李教授脸一沉 科学 是无价的 我们现在对这片区域一无所知 所以任何一点特殊的东西 我们都要追逐到底 不论生死 作为队长 我对你也有监督的权利 黄强沉声喝道 你现在来的目的 已经偏离了我们来这里的初衷 所以 我有理由拒绝向前走 黄强 李教授就是一个 以老卖老的家伙 我们科研人员已经死了两个了 这就是你保护不利 啊 我有理由相信你的能力 回去以后 我会向你的上级投诉的 向投诉我 这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现在我拒绝前行 我们已经连续的挺进了三个小时了 李教授 你服用了所有的营养液 你的精神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大家不行 我们现在需要休息 黄强说 你敢停下来试试 这老头怒了 李教授 李教授 胡越小声说 休息一下吧 大家真的累得不行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们会受不了的 是啊 李教授 我们的水和食物不足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存体力啊 否则的话 我们将无法进行科研 张平也说 原地休息 黄强一回手 两名队员负责警戒 其他的人都停下来休息了 那老头是吃了兴奋剂吗 这么兴奋 叶浩轩走到黄强的身边问 同事伸出手 哦 还没有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下 叶无常 中医 你们会需要我的 哦 黄强 隶属武警中队的 负责科研保护工作 黄强和叶浩轩握了一下手 他诧异地说 你是医生 儒家八幻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他指了指那老头 我看这老头的精神 一直属于亢奋状态 他是吃了什么药吗 哦 一种营养剂 是专门针对远古世界的 大气环境而制造的 能让人最大程度地保持体力 本来我们来这里 已经有一周多了 不计什么的不多了 这老头 吞下了所生下的所有的营养液 所以他才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他是不知道累 但是大家伙现在都累惨了 黄强摇摇头 这老头十分自私 他只顾着自己的死活和研究 看出来了 叶浩轩眉毛一条 这老小子这么混蛋 你还保护他 你的心里平衡吗 当然不平衡 科研组里面的人品最差的人 老混蛋一个 但是没有办法 我接到的任务就是保护他 如果不管他了 那我的任务怎么办 真难为你了 叶浩轩拍了拍黄强的肩膀 中午了 吃点东西再走 放心吧 我们有一口吃的 也就由你们一份 我们都是军人 没有丢下自己同胞的习惯 在异地 而且还是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 能遇到自己的同胞太难了 而且 有的时候 遇到的同胞 已经是冰死的同胞 我们也没有办法救他们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在我们的眼前死去 那心情 别提有多难受了 黄哥好人哪 好人有好报的 另外 你们的地图已经更新了 所以现在的区域 已经发生了改变 按照地图上的安全区域走 其实已经不安全了 所以 小心点吧 啊 还有这样的事情 黄强吃了一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遇到了紧急情况 不过还好我跑得快 叶浩轩飞微微的一笑 好嘞 我知道了 休息吧 谢谢提醒 黄强拍了拍叶浩轩的肩膀 然后转身离开了 休息了片刻 便开始分发干粮了 由于众人的补给不多了 所以大家都只能分到一点 这一点东西肯定是吃不饱的 但是大家现在只能维持着体力就行 所有人当中就只有李教授的东西最多 分量最足 也只有他能吃饱 他拿着压缩饼干啃了几口 皱眉道 午餐肉呢 这最近几天天天吃这个 你们烦不烦 另外 我是老人家呀 你们让我啃这么硬的东西 你们的居心何在呀 李教授越说越怒 他居然把手中的压缩饼干给置到了地上 他站起来叫道 我要吃好的 你有病吗 分发干粮的高手队员怒了 他这一路上已经受够这老东西了 他喝道 我们大家的补给本来就不多了 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吃饱 其他的人都是半饱的状态 你还想怎么样 你什么态度啊你 你这是下级对上级说话的态度吗 我告诉你 我是享受中科医院津贴的院士 你们这样对我的话 当心我会去投诉你们 你这老东西 不可理喻 高手的队员大怒 他上前就要动手 真的 本来作为一名队员呢 他的理智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老东西的一路下来 这事情推不了 这已经让大家的忍耐都到了极限 他现在就想过去揍这老东西一顿 李虎 你干什么呢 黄强走过来 一把拉住了已经举手的李虎 队长 我收够这老东西了 李虎喝了 有几个兄弟已经为他送命了 现在这家伙还像皇帝老子似的 在这里坐着人物人流的 我受不了了 我拼着这身衣服不要了 我也要揍他一顿 李虎说着就要上前揍那老头 大家连忙站起来劝阻 李教授也吓了一跳啊 他跳起来躲到众人的背后 指着李虎叫道 我告诉你 你的前途没有了 你没救了 你的生涯就这样了 你不懂得尊重上级 你不懂得尊重老人 你这辈子完了 我回去要投诉你 行 你投诉我 我先揍你一顿再说 李虎说着就推开众人就要上前 李虎够了 皇强怒了 他喝道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还像是我手底下的兵吗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动手了 就不要扔我这个老大了 队长 李虎停下了手 他的眼睛里面亲着泪道 如果不是这老东西 指挥我们的兄弟 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知道我们的小队 护送科研人员也不是第一次了 一直是零伤亡 全是因为这老东西 的确啊 因为现在对新世界的探索 所以说各国的科学家都很勤奋 各国也很重视 华夏方面成立了科研护送小组 皇强的队伍是最好的队伍 一直以零伤亡的形式 称霸全军的 但是这一次损兵折降了很多 这让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些不舒服 李虎的话让几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安然了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